亲爱的家长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的副理事长 也曾经作为教育部的高级访问学者 去海外访学 今天非常有幸和大家一起来探索一下 我们身体当中最奇妙的器官 我们的大脑 那么我们大脑 现在已经人类开始对它的了解是越来越深入了 最近我们的脑科学专家提出了九个字 就叫基于脑 和大脑相拥而无 视于脑 因脑视觉 促进脑 来培育和谐发展的我们的孩子 下面我们就为了引起大家的兴趣 我们来测一测大家 看看大家对脑科学这方面的认识 有什么样的一个基础 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ABCD四种当中 你会买哪种玩具和产品用来开发幼儿的大脑 我们现在一般定义 幼儿就是0到6 学前这个阶段 第一个 你会给幼儿买iPad 第二个 音频产品 比方说买一点古典音乐的录音带 第三 音响产品 比如说小小爱因斯坦 这个 有声音 有音乐 又有朗诵 第四呢 就是以上全都不对 以上绝非 请大家 想一下 应该怎么回答 那么刚才几位家长回答了 有A的 有B的 有C的 实际上呢 按照脑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来讲 正确的答案 应该是D 也就是说 按照脑科学对幼儿的采用功能核磁的检测来看 就是所有的电子产品 所有的电视节目 包括言语节目 包括这个iPad的一些视频 对幼儿呢 都是不起作用 那么什么样的 跟幼儿的交流 什么才起作用呢 只有妈妈的 最对幼儿的 最甜蜜的 最慈爱的 这样的声音 才会对幼儿起作用 那么我们讲 世界上 只有一种妈妈语 全世界的 不管是日本的妈妈 还是中国的妈妈 还是美国的妈妈 还是瑞典的妈妈 还是非洲的妈妈 所有的妈妈跟幼儿的交流 全是一种音调比较高 原因比较长 声音里充满了爱 这样的声音 所以幼儿的言语发展 情感发展 才会按照一个正常的速度来发展 那么幼儿的大脑的神经链接 特别是言语和情感的链接 我们说根据脑科学研究 每秒钟 幼儿的神经链接就要有700次 那么正是在妈妈语的推动下 这种深情的打动幼儿的心的 这样的语言 才会使幼儿的神经链接 链接的更牢靠 更快 那么德国的儿童心理家 曾经经警告过 就是说电视制造脑残 我们现在很多家长 常常把电视作为看孩子的保姆 那么这样的情况就造成了 每天在电视前 虽然熏陶长大的孩子 那么他的认知发展就会受到伤害 大家看这个三个图 这三个图就是从下往上 是孩子看电视时间越来越少的 这样的孩子画出来的图 大家看电视超过每天都超过三小时的 甚至没有节度的最下面的孩子 他的认知发展是受到伤害的 是不完整的 是智力破碎的 那么脑科学就得出了一个结论 在北师大的世界脑科学的会上 美国的科学院的院士 布兰尼女士 他就提出来了 他说只有真人才能够开启儿童的大脑 就是电视音频教育没有效果 说这妈妈懒了 说我出去打工去了 我录了音在家 让奶奶给孩子放 这个不起作用 计算机的演示不起作用 所以妈妈语是不可替代的语言 所以我们曾经建议全国复联 就是在孩子两岁以前 妈妈不要离开孩子出去打工 就是要两岁等儿童的言语发展 基本的基础了 那么这时候才可以出去 所以全世界的妈妈语是一样的 只有妈妈语 只有妈妈的舔毒才能情深 孩子的情绪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 那么对大脑的研究也是逐步的在深化 美国的心理学家 他是哈佛大学零点办公室的主任 他就发现 一个每个孩子的大脑是不一样的 就是他的每个人有着多元的智能 每个孩子 他的思维的特点 也是不同的一种组合和不同的优势 比方说他就提出了八种智能 那么这八种智能 比方说我们从上面往下看 有语言的 这是最重要的 有数理的 又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个我们不能忽视 过去也常常忽视的 就是艺术方面 阴体美 阴体美常常作为小三科 在学校里面排不上地位 带有社会常识 也就是孩子对自然的 对社会的一种探索 还有就是空间知觉 内省的能力 人际交往的能力 还有就是音乐的能力 这样八种智能 大家看 就组成了一个多元智能的理论 对孩子的大脑 我们发现 每个孩子大脑的主体的思维 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多元智能 最重要的 刚才我说了 就是语言 语言是多元智能 当中的核心 也就是前面我们讲的 妈妈语 对孩子语言发展的关键作用 不可替代的作用 那么语言 是我们人类特有的 这种思维 这种认知能力 大家看上面的图 是语言 它在大脑的各个功能区 比方说语言 过去我们认为主要在孽眼 就是我们的耳头尖 耳头尖上面的这一部分 那么 人类的语言 是把各种音节 把它组成成声音 组成词 再组成句子 那么人类的语言 其中包括了各种各样的声音 各种各样的 自然界的声音 动物的声音 都会被吸收到人类的语言里面 所以我们 有了语言 人类之间就能够交流 就能够互相有思想的情感的交流 那么有了语言 我们就有了我们准确的 对外界的理解 对科学的探索 对人际之间的这种交流 所以多元智能特别重要的 就是语言能力 那么 重视孩子的语言发展 也是各国的共识 我们看这张图很生动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在白宫的花园里面 把各个民族的 各个国家的孩子们召集起来 他来给孩子做亲子阅读 来讲故事 讲绘本 我们现在家长都和孩子亲子 故事 讲绘本 奥巴马也和孩子们讲绘本 讲的是在野兽出没的地方 这个已经翻译过来了 家长有兴趣 可以去买 我们再看 我们再看 我想我们的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好 各地的一些领导也可能会出来给孩子们讲故事 那么大脑的语言中枢 按照这张图来讲 它有多个地方 比方说我们在大脑的中部 也就是我们语言的中枢 在孽叶的地方 比方说有书写中枢 就是要写字 这个书写 还有视觉语言中枢 就是在读书 看这个书上的文字 那么它来认识 运用中枢 就是把语言怎么样运用好 表达好我们想表达的意思